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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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上中国首期节目值得期待 另外呢 周深在走出了中国和之音舞台录选之后 真正意义上站在了舞台之上 他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周深和歌手的合作测试呢 有许多其中前一生的组合是值得用户的 而且呢 周深得以方文山作词朗朗伴奏 这是当年周杰伦才会有的待遇 最近《王者荣耀》五周年的盛典当中 周深又绽放了光彩 《王者荣耀》五周年盛典 周深和乐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老师 跨界合作共同演绎了毛阿米的《相思》 简直是一场殿堂级的演唱会 其实当初呢 周深也曾经单独先唱过《相思》 但是对比如今的版本不仅看到了它的进步 在与毛威涛老师的合作之下 更是将这首歌打造成了一个艺术品 《相思》这首歌呢 是采集诗经中的意境创造 其艺术价值可谓是甚高 从歌词来看 高度采集了《诗人王为的相思》中的意境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支 愿君多采恶 此物最相思 短短的几句诗词将相思看得是透彻 而《红豆》呢 也成为了《相思必不可少》的寄托物 其实呢 《相思》这首歌是将诗词融会 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意境 因此也是中国风的典范自罪了 要体现出这种歌曲的意境是非常难的 恰恰是这原因 真正好的翻唱版本并没有多少 其实在周深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本以为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然而没有想到 在这场盛典当中 它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舞台效果盛典 场景 情景相容 毛维桃老师开口的瞬间 纯正的戏剧腔调 作为了铺垫 为这首歌曲铺下了一种不同的经典 而周深的声音自然般体现出了 寄托物红豆与相思的画面感 古色古香 仿佛让我们体验了一场美好的爱情 爱情是人们必不可少的感情 而美好的爱情 在如今的物质化时代已然少见 古有情观诗句 若是两情长久时又启在朝朝暮暮 爱情可以成为一种思想 一种哲学 是人们不断追寻又怅然若失的 真正的爱情是一种纯真和美好 周深的声音在这次的演唱当中 无疑是有很大的加分项的 他的声音干净到无可挑剔 让生活在忙碌且烦躁生活中的人们 能够倾向心来聆听 这就是他的魅力了 周深有日子能列加这首歌曲 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不愧是天才歌手 在周深参加经典用流传的节目的时候 曾经献唱了 缘好问的经典作 摸云尔燕秋辞 获得了评委老师的赞赏 称字为天才歌手 天才歌手的称呼对他来说并不是夸大 他对歌曲的领悟率确实很强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天赋 有天赋又肯努力 又能够将这首相思演绎成 堪比殿堂级的表演也算是清理之中了 此外呢 周深在发表新歌《情不由衷》之后 迟迟未发布新作《不由得要许多》的歌迷 产生了期待之心 毕竟他的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 《情不由衷》发布时间几乎快一个月了 这对于普通歌手而言并不是一个很久的时间 但对于周深来说呢 确实挺久了 周深发布新歌的速度 曾经获得了《周八歌》的称谓 代意呢也是指他的歌曲发布速度很快 其实当初的周深确实如此啊 不仅是新歌发布速度快 而且每首都是高质量 可谓是乐坛的一股清流 然而最近周深因为连续参加综艺 发布新歌速度确实是有所减缓了 甚至有人评价他为综艺咖 其实关于这一点 小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首先我们得提起如今乐坛和综艺的关系吧 如今的乐坛已经不是那个数字唱片的时代了 在网络普遍下的今天 歌曲的发布已经是离不开流量和人去了 如果周深没有参加综艺的话 那么曝光度其实和其他的歌手是有了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呢制作一张专辑 甚至发布一首单曲都是极为耗材耗力的 周深从经济基础上来说比别人差了许多 如果不参加综艺 他有何能力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呢 周深如此连续的参加综艺会影响音乐吗 其实对于这个事情呢 最根本的在于周深的初心 周深当年是因为音乐而站在了中国好神的舞台上的 他在综艺节目中也提过 他有一个音乐梦 其实在周深参加综艺的同时呢 并没有落下唱过的训练 并且在综艺里边几乎都少不了他的歌声 其实在本质上他就是一位歌手 每一次的现唱几乎在歌曲的意境上都有一定的进步 这也正是他在不断的磨练当中增强的歌曲领悟力吧 音乐追求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现在的乐团很少人能够静下心来打磨一首作品 其根本原因就是流量 很多人欣赏歌手的音乐夹杂了其他的因素 并非是真正的去倾听歌曲本身具备的质量 其实周深在歌曲质量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例如成名曲大于包括情不由衷等新歌的录制 编曲和作词无疑在质量上是非常有料的 再让周深本身是具备独特的音色 这才打造出了许多相对比较好的作品 换个方式来看周深本身的歌曲 随着不断的沉淀而成长 在这过程当中的综艺是他成长路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这并不是舍本求味 而且周深发歌的速度在歌坛上也是称得上是顶尖了 大家也不能够因为周八歌的称呼而理解为他 应该以这个速度发歌 我们应该期待的是一位天才歌手 在乐坛当中取得的进步 也不知道作为他的歌迷是否能够认同他的决定呢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